炖羊肉汤切记不要乱炖 放错一样毁了一整锅汤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羊肉汤正确的炖法 咱们年夜饭上肯定有汤菜 我觉得羊肉汤就特别的合适 吃起来又软和味道又鲜美 并且都还很受欢迎 这张菜谱基本上已经做了一大半了 今天就是做的第12日道 萝卜羊肉汤 先放到清水里面给它清洗干净 羊骨头的话我已经提前用清水泡了几个小时了 所以看起来颜色很贝 其实炖羊肉汤就记住一点 放三杯就没有错 下锅先焯一下水 羊肉也一起下锅 来上一点姜葱料酒 焯水这一步的话 主要还是就是去除羊肉的血沫这些 炒开锅后就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来不要 再煮过五分钟后 捞出来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它放入汤锅中熬起 加入三杯 第一杯是葱杯 第二杯是杯纸 只需要两片就可以了 第三杯是大料 姜片也需要来一点点 盖上盖子先给它炖一个小时 烧开后记得转中火 这时候来把香料准备起 贝萝卜一够 羊肉和萝卜是最搭配的 不管是贝萝卜也好 还是红萝卜也好 都配羊肉 血皮洗净后来切一下 先给它一分为四 再切成块 厚薄的话尽量均匀一点 吃羊肉汤嘛 蘸水肯定是少不了的 切上两个小美辣来打一个鲜胶的 再来上两个大蒜子给它剁成末 加入一点生抽酱油 蚝油 贝糖 味精 花椒油 火锅香油 火锅香油稍微多一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喜欢吃醋啊 或者是其他味道的就自己放了 最后是葱发和香菜 咱们的羊肉汤也熬来差不多了 先把肉给它夹出来晾凉 汤让它在里面继续熬着 这里我还准备了一点煮熟的羊杂 给它放到一起 羊肉汤肯定要羊杂嘛 羊肉稍有冷却 这样给它切成片 稍微大块一点 不然很容易烂 我煮的比较趴 实在稳不起了 先尝一块 肥的切下来单独放 羊杂也给它切出来 羊肠子里面太多的油了 这个是羊肚 这个也是羊肚 现在锅里面来一点猪油 最好的话是用羊油 没有就只能用猪油代替 先下肥肉 扁香后下入羊杂和羊肉 用大火给它爆炒一下 这个做法比较偏向于成都方向的做法 减羊羊肉汤 稍有爆炒后下熬好的羊汤 同时下背萝卜 调味盐 味精 如果是饭店里面吃的话 可以边吃边涮菜 咱们家庭里面就一锅到位 胡椒粉 烧开过后给它熬煮过十来分钟 把萝卜煮熟 煮趴就可以了 萝卜的时间煮来差不多 汤也煮来熏白了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 美味继承 还有腰腰的香菜 非常好吃的一道萝卜羊肉汤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真正的是汤鲜 入美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年夜饭上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汤菜 冬天的话吃起来还是越吃越懒 做法也超级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哈 当然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狗 开枕哈 先整个萝卜 蘸蘸蘸蘸水 我们煮这个 这是什么 嗯 这是肚子 是不是 羊肉 因为我这个 我用这个味道就知道是羊肉汤 在学校里面你不是喝几碗吗 老师说 对啊 我喝几碗 家里面你也喝几碗没有 这三十号八道 可是我喝 你在学校喝的那几碗一块羊肉都没有 还是些萝卜 这个家里面的羊肉很多 这叫羊肠小道 看到没有 这种 羊肠也有 羊肚也有 羊肉也有 我们老师说 说就是中间吃羊肉汤会很暖和 对